好我这简单写了一个test的一个测试文件 你看这里面呢就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likeexpress的这个直接去应用过来了 应用过来之后呢 下面的使用和我们这个express的使用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listen8000端口 我们看一下 先去use注册中间键 然后再去假设处理cookie 然后再去use这个处理API的一个路由 然后再去get处理API的路由 然后再去模拟登录 模拟登录有一个移步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getcookie的一个接口 然后logincheck 这是就是模拟多个中间间的情况 最后我们返回这个cookie的内容 然后我们到控制台中 控制台中我们到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去把这个test的这gs刨起来 刨起来之后我们在这一刷新 刷新之后访问的大家看访问的是一个json格式 对吧没问题 这个abc123应该也是代码中 这个处理cookie的时候直接写死的 这样的话我们看看控制台 请求开始 然后处理cookie 然后处理API路由 getAPI路由 模拟登录成功 然后最后getAPI getcookie 这个打印的内容和我们的代码中的一个中间间的流转的内容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从简单的运行程式来看 我们这个中间间的这个逻辑基本上是已经OK了 其实你在学习express中间间到这一步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了 如果是说遇到面试 问到你这个问题 你如果是能这么答出来 那绝对是一个让面试官特别满意的一个答案 这你放心就好了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中间间这个原理都给你讲完了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了解 OK 那这儿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这个总结就是一个express整体的一个总结 首先第一个使用框架开发的好处和之前不使用相比 到此为止呢 你应该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 就是框架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便利性 以及不省框架也是这么的麻烦 但是这里我还是要强调 其实我们当时为什么要不省框架去花那么大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为了现在的便利 你现在的便利不仅仅是因为框架做了一些好多的一些封状和一些中间间的一些逻辑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之前已经学过了一些像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路由啊 session啊 redis啊 日志啊 或数据库啊 还有那个什么controller控制器那块的一些原理 你才能感觉这么的顺畅这么的好用 所以说这就涉及到express的一个使用和路由处理 也需要去中间掌握 最后的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讲过的express中间间的使用和原理 使用是必须要掌握的 原理呢我希望大家也都能去至少是把我们本课程的一个内容来掌握了 如果这个感觉代码比较麻烦呢 你就多看几遍多写几遍 好接下来下一步 js一步回调是带来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代码中还是有很多promise的情况 promise.z什么 这个其实是很烦人的 特别是这个一步回调比较多的时候 解决一步呢 其实nodejs现在已经完全支持这个assign和wait语法 就是一步还是对语法 所以这个我们要用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过nodejs 你版本比是大于等于8.0呢 才可以 因为nodejs8.0以上 它才会支持这个assign和wait语法 所以我们要用起来 然后怎么用起来呢 quare框架已经原生支持这个assign和wait语法 然后我们下一章呢 我们就去讲一下quare框架怎么去用 以及用这个assign和wait语法 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变成体验 带来多么简洁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效率 OK 那本章将express就结束了 下一章我们就开始新的一个框架 叫quare2的框架